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要求我们简化这个复杂的算式 好,我们先按照这个题目先把它抄下来 8加上5乘以4 减致括号 6加10除以2 括号加上44 当我们拿到这么一个复杂的算式的时候 首先要记住四则运算法则的顺势 括号 指数 乘除法 加减法 这个式子中有加减乘除和括号 括号的优先级最高 我们要先算它 那我们看到括号里的算式是 6加上10除以2 先算除法再算加法 10除以2得到5 所以我们可以简化为 8加上5乘以4 减去括号 6加上5括号 加44 那这里还有一个括号 所以我们还是先计算括号中的算式 6加5 是11 所以原式可以简化为 8加上5乘以4 减去11 加上44 现在这个算式里面 还剩下乘法和加减法 乘法的优先级比加减法高 所以我们先算 5乘以4 5乘以4 5乘以4得到20 算式可以简化为 8加上20 减去11 加上44 那现在这个算式里面 就只有加法和减法 它们的优先级相同 所以我们从左到右来计算 8加上20 是28 所以我们又可以简化为 28减去11 加44 接下来我们再算 28减去11 28减去11 是等于17 所以就等于 17加上44 17加上44 我们先看个位上 7加4是11 再看十位数 1加上4是5 也就是50 50再加上11 所以就得到61 也就是说 17加44 这里等于61 11